您也是前锋,我踢的可是郝海东那位置,就你这小身子骨,还踢郝海东那位置呢?这只是一句普通的才词,但是当一个12岁的孩子说出,我踢的是某某某的位置时,可见这个人在他心中的地位。 而郝海东,在当时就是很多中国孩子的偶像。郝海东是中国足坛职业化以来最好的前锋之一,他曾随大连足球五毒加A冠军,杀进亚冠四强,荣英加A金靴与亚冠金靴,随中国队杀进世界杯者赛圈,获得亚洲杯亚军。 郝海东职业生涯共代表国足出战109场,打进41球,其中包括13历史预赛进球,至今都是国足历史上的第一射手,也是加A10年历史第一射手。 速度快,爆发力强,指数精准,郝海东在当时就是亚洲最顶级的前锋。 在那个中国足球有能力杀进世界杯的时代里,很多中国球员成为了中国孩子的偶像。 大连足球的郝海东,张恩华,李明,辽宁足球的赵俊哲,张玉宁,曲盛青,李金宇,山东足球的宿茂詹,李肖鹏,四川足球的马明宇,杨夏,魏群,北京足球的高峰,徐云龙,邵嘉一,上海足球的范志毅,西红,深思,于庚伟的金字班金球,也让他成为田津球迷的骄傲。 还有杨晨,孙靖海,李铁这些流洋球员,他们的实力远不及世界之星,但他们带给我们的回忆,却比那些世界之星赢得的荣誉的更加真挚。 二,今这个时代,当孩子在被问及他的足球偶像时,谁还会说出一个中国球员的名字呢? 老个中国球员还有实力成为中国孩子的足球偶像吗? 太少了,他们也有自己的偶像,他们的偶像也可以带给他们快乐,只是他们的偶像,很难再是中国球员了。 回忆珍贵,现实参量,逆童年的足球记忆中。